中国大山深处有一种被人遗忘的猛犬 却有一段令人耻辱的经历 太行山区走出的顶级猎犬 穷山饿水出猛犬 太行犬处于半野生状态 在大山之中为了寻找食物 免不了跟大型野兽抗衡 造就了太行犬顽强的性格 暴躁的脾气 练就了一身捕猎本领 太行犬肩高55公分左右 属于中大型犬 由于抗病能力非常强 不挑食 而且懂得团队合作作战 往往不会跟自己的同类PK 正因为这些良好的品性 让他在90年代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但是对于太行犬来说 这是一段比较屈辱的历史 90年代大批量的太行犬 被当作总犬繁殖漏狗所使用 人们看上的就是他抗病能力强 好喂养 于是大批量的太行犬去繁育成菜狗 出了非常多的后代 最终都做成了火锅菜 90年代后菜狗行业渐渐没落 太行犬从此一蹶不振 渐渐走出了人们的视野 目前数量已经非常稀少 太行犬比较擅长捕猎大型野猪 是国产顶级的名列犬之一